这是北京同修问的 法身大肆 齐心动念 包括正念妄念 便虚恐法界 是法界内的四圣法界和我们六道凡夫是否局限于自己的心理 当然这只是虚妄的局限 实际上也便虚恐法界 这些导师在《华言经》讲述中讲过多次 但侧重面不一样 因为我们没有智慧 所以搞不清楚 恳心 导师 介意 到法身大肆 给主说 他已经不会齐心动念了 齐心动念是凡夫 法身大肆 没有 如果说法身大肆 还齐心动念 那跟我们凡夫有什么差别呢 这个法身大肆的硬化 我们在讲习里面讲过很多次 是感应大教 众生齐心动念 不是他齐心动念 众生齐心动念他知道 比如我们这里动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是波动 现在讲思想波 这个波动确实也传遍虚恐法界 我们一个善念 一个妄念 通通周边法界 如果不周边法界 佛菩萨 佛菩萨怎么会知道 所以这个念头会周边 佛菩萨心清净 极清净的心 他能接收 我们这一动念头 他就能接收 我们这一动念头他就能接收 知道 我应该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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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接收